錯誤 OK的話 我就要來做轟體的操作 OK 不好意思 我先坐向下 我們都要操作 好 我們看一下 我剛剛從後面講優化的部份 所以我在軟體結果的時候 我會從優化開始講 最後一個就是講題開始講的 所以大家可以看一下 首先優化的部份 這次我說了我們Ryno 6的界面 最後多了一個Videos功能 這裡面有一個功能就叫Onebin 這麼多都是新生的 有的有圖示 有的有圖示 圖示會隨著我們的版本更新 它會增加越來越多 Onebin這個功能按下去之後 我現在把它啟用 大家可以仔細看一下 我的畫面這樣在旋轉的時候 它會自動對齊你看著視角 那這個功能的好處在哪裡呢 大家還知道我們正常的狀態之下 我們要標註這個尺寸 是沒辦法標的 為什麼 因為畫線是參考工作平面的嘛 對不對 這個大家都知道 所以我一定要到前視圖去標註 它才會出現這個尺寸 那我今天開了OneView的這個功能之後 我這樣旋轉到一定的角度之後 工作平面是自動對齊的 那我在這裡標的是就 所以你在一個視圖可以做的嗎 做完所有視圖做的事情 甚至我在這邊畫線 我們畫一個圓 然後甚至我在這裡做一個快速的起書 你就可以很快速的透過一個式子 達到所有的工作 這就是我們這次畫遇了很大的一個改善 新增啦 這是新增的一個功能 那這個功能呢 深受建築業者的喜好 因為相信建築業大家很喜歡這樣 在一個視圖轉來轉去圓好畫的東西 OK 這是我們這次新增的新功能 那接著我就往下講 除了這功能之外 我們可以看一下 以前我們要對齊這些物件 是我開啟對齊工具鏈 對不對 我全部往地平面對齊就是這一個 X軸的0點 所以我就按向下對齊 輸入0 對不對 那我今天如果要對它均分物件 其實是做不到的 我必須第一個條文化成功 剩下用正面 用對齊工具是做不到的 所以現在這一次改善的一個工具 就叫做平均分部物件 按下去之後 我只要給它X軸的方向 它就自動對齊 甚至你也給它Y方向 那這一個地方呢 你就說 那我需要它的中間的尺寸是5到10 比如說中間的間距是10或20 也是可以的 你按這個工具之後 後面有一個間距 你可以自己去調整 比如說間距是10 好之後 再給一次X軸 然後之後去鎖到10的間距 這個指令呢 都是新的 更接近AI的 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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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日後有一天 你就不用開AI化碌 我是不是開玩笑 因為Ryno 又還增加了一個很冷的 就是可以著色的 以前AI丟進來是只有線 你現在AI有塗外顏色 丟進Ryno 是有什麼顏色的 所以可以看到有顏色的顏色 因爲我很常跟AI做交換板合適 所以還蠻長的 會發現 好 大家可以仔細看一下 以前操作軸呢 只有線幾層面 面幾層體 好 而且大家有沒有發現 我這樣拉上去 我沒有按這個鍵 為什麼 因爲我們這次的操作軸 多了一個小籃球 小紅球 小綠球 多了一個小圓點 我只要點這個操作軸的 這個地方 快速擠出 好 而且支援 現在新增的一個點 拉成線 好 那裡面想要點拉成線 到底可以做什麼 我現在就做給大家看 你可能可以把它review一下 變成3.2接 然後控制點打開 再把它縮上一下 做成這一種 有糊塗的 然後甚至可以對它做一個實體的圓管 那我給它一個 是副名片 最好的 這是我的視頻 流書之類的 可以快速的生成這一種 好 那大家都知道 我們之前的擠出 單方向對不對 這樣 單方向 我如果今天要擠出一個 就長一個 95%的人都會這樣操作 先把這個線往下拉 那時候這邊擠長一點 大概是這樣 可是我們現在可以怎樣 按擠出之後 按Shoot key 按Shoot 放開 這就是雙向的擠出 然後以前 這是縮放 這是不是單軸的縮放 對不對 那 這是不是三軸的縮放 就是按住Shoot 那是三軸 對不對 那這次它很貼心的 加了一個二軸縮放 可是我現在沒有介紹 你可能找不到二軸縮放 因為這一個 你只不可能說 按了 不按Shoot 按Shoot 按Shoot 是三軸 那你鍵盤熱鍵 還有哪一個直接可以按 Auto 那一個按Auto 你不可能 所以它藏在哪裡 藏在一個很明明的地方 在這個填字型 想聽到嗎 這個填字型是移動的 兩個向線之間做移動 可是你按住 還沒按喔 滑鼠靠近這個填字型之後 按住Shoot之後 你會發現我的縮放 好像兩個變黑了 它就可以讓你做二軸縮放 這你有講 真的沒人知道 好 所以 單軸 二軸 三軸 三軸 說謊的辦法 會有線 起層面 面起層底 然後還會有 還有臉起層線 現在會做得到 甚至我們雙向起屬 都已經加進去了 所以操作我現在是 基本上非常的完善 好 接著來介紹一個工具 這裡 我先把它採線器 切回Ryno 因為上次被有人發現這個紋層 採線器切回Ryno之後 我用 一般我們這裡是圖光平面 現在這個尺寸 用圖像平面取代 去抓一下 這個Ryno的一個logo 這個圖片這樣就置入了 非常快 跟我們以前的獨光平面 效果其實差不多 其實差別最大的在於這一個 大家可以看 在這個採線裡面 這裡有一個 快速去背的方法 叫做顏色遮罩 打勾之後 你就發現它遮住了很多的部分 那就說 一個去背不完全 這樣子 不夠厲害 所以它的顏色遮罩的連結值 可以讓你去調整 因為我這張圖片的解析度 我故意找一個方法 要差一點 只要讓你知道 這麼差就可以去 這麼乾淨 所以說你拿了更刀青的logo 相信很多人都是用AI化logo 擺你 不能出PMG裡面 它來做去背 就會非常的乾淨 漂亮 好 那除了這一個去背的方法 我們剛剛還介紹了一個工具 叫做 新增 參考線 參考線 這個工具 一般我們的logo 竟然是會很標準 對不對 所以我現在比如說 在這個地方我畫了一個參考線 整個參考線 是無邊界的 你如果放大到多大 或者是多小 它都是無邊界的 那這一個參考線 做完之後它會消失 為什麼 因為它在你需要的時候出現 在你畫線的時候就出現了 所以我現在比如說 這樣開始畫線 它就會隨著我們的智慧鬼經 可以去快速的鎖定這個參考線 在方柱瞄圖的時候就會比較方便 好 這樣大概可以理解 我快速的暗示一下 那接著呢 就是我剛剛要講的 最大的狀況系 四個指令 資源建築的意思 大家可以看一下 這裡是一個 我先畫的曲線 線短 這是我在教那個滑鼠 滑鼠的一個曲線 那正常我們都會這樣 比如說我現在做什麼工具 做放樣 把這三條曲線做一個放樣 做完這個曲面之後 確定 那我們現在是不是 希望怎樣 一般會用什麼 可能會再做第二個曲面 這裡會做銜接曲面 那我現在做銜接曲面 這地方有些木槽嗎 那我們用銜接曲面 用這邊緣接的線 確定 前面也接一下 好 旁邊側面的面 我們用什麼 用雙軌 好 那我們就來介紹一下 這兩個張曲面 在我的課上就會講 這個幾何連續性是距離 所以它是銳變嗎 通常我們要讓它變得滑順一點 我是不是基本上都會用這個工具 銜接曲面 對不對 選這個邊緣 對應到這個邊緣 好 現在可以選 連續性 好 我再重做一次 銜接曲面 這個邊緣對應到這個邊緣 正切 就是G1 曲率就是G2 好 現在確定之後 好 這是G2的嗎 對不對 那我們都說 大家都知道 這一個 是父母劍 父親嗎 這個是兒子 子母劍 通常 父母劍 改變 在建構歷史的概念不是這樣嗎 父母劍改變之後 子母劍會改變嗎 所以我們使用一個指令 叫做我們的延伸曲面 1000 延伸曲面 我現在選一下這個邊緣 因為它現在是動態的顯示 可以仔細看 你看 我往後退了 你看它自己貼上去 一樣 保持它的延續性 那甚至你就說 我往後退我覺得不好看 那你往前走嘛 對不對 就是一樣 選這個邊緣 往前推一點 你看它之前在這種貼上 這個就是資源建構歷史的好處 就在這個地方 我應該會不會 然後呢 其實延伸曲面不是最大的控制 為什麼 多半大家 Ion Rhino就是喜歡 看著它暗也不行 對不對 喜歡看著這個控制點 就很開心嘛 你說說 這個造型我就這樣調一下 調一下 那正常以前是調這個控制點之後 你看喔 比如說調這個控制點 一調 調開了對不對 下面那一張曲面就破壞了 為什麼 我要自己再接一次 現在就不會了 為什麼我們這樣調開 建構歷史自動跟上去 這就是建構歷史的好處 還沒講的 建構歷史多強 我不知道為什麼這麼強 在這個版本 大家看它F11 下面是不可調的 大家都知道 建構歷史史物建築 不可離家出走的 再會有課我不會說離家出走 兒子離家出走之後 爸爸就不要了 對不對 所以 大家仔細看這個點 我這樣調的時候 因為華人自動跳回某個地方 他自動去找一個 離他最近 而且維持G1的控制點 所以你可以調兩邊 這個地方有不滿意嗎 他就在跳過去一點 我就可以去找一個 好像你覺得最影響的位置 最影響的位置 當然 上面也可以調 調一下 然後到這裡還是不滿意 調一下這個 所以你可以調 副物件 也可以調食物件 這樣理解 然後加上這一次 新功能裡面 調整控制點 有一個拖曳強度 所以你在做很西向的微調 例如這個 這個控制點 這一個控制點 好 我稍微要往前兩條 你的滑鼠可以控制兩條嗎 不可能嗎 所以你就把它拖曳強度拖到1 好像有點拉不到 你看 0.02兩條 因為老闆的時候就會跟你說 兩條 這個控制點往前兩條 誒我做到了 開Ryno 6的時候 我錯了 好 這樣怎麼 可以的嗎 不太好笑 因為我之前當設計師 真的有人會有這種要求 好 那 我再繼續講 在這個地方 通常 我們這樣做順了之後 有些人會覺得不滿意 通常會用一個 很通俗的招式 什麼招式大家知道嗎 就是我做一個圓管切過去 所以我在實體工具舞蹈 這裡做一個圓管 好 前面這裡我做小一點 我做4 6 後面這裡我做8 好 這裡我把它炸開 好 然後 狀態的延伸曲面嘛 對不對 這樣延伸出來都看不到 好 把它修剪掉 好 我覺得沒有地方刪掉 之後 再用swim tool 或者是滾接之類的 我在這裡是滾接給大家看 滾接曲面 選這兩邊 結果我就按確定了 就發現這曲面好醜喔 為什麼 因為扭曲了 前面的擺頭沒控制 後面的擺尾沒控制 所以 這個扭曲的控制點 正常以前如果說 把它抵抵得掉 重新建立一個嘛 現在不用了 資源建構歷史 而且特徵再編輯 所以 混接曲面裡面 有一個編輯的選項 等一下它 可編輯了 有看到嗎 所以我們這個一方 可以再快速的調整一下 然後甚至 把它稍微調整一下 甚至剛剛沒有加中間的斷面 現在都可以加斷面了 好 加斷面 加斷面 快速的可以做到 那就按圈 你有沒有覺得 這裡好像太空了 一樣 再按一下 我們這些曲面 可以把它編輯 可重複編輯 而且重點是什麼 不是資源建構歷史嗎 爸爸還不會調 可以 你槍怎麼擋不掉 對不對 這是一般 怎麼調 它下面就可以怎麼調 對不對 兒子可不可以調 可以 為什麼 因為就資源建構歷史 所以萬物皆可調 OK 所以現在這幾個指令 資源建構歷史之後 再做這一種 曲面 效率是非常非常快的 非常非常快 好 OK 那我就往下走 其實剛剛那個 剛剛那一段小篇目 就很多人想要申請 很軟 還不要講 還不要講 因為我會有兩個小時的收大 來 這裡 抽離結構線 與前 不資源建構歷史 現在資源了 那其實抽離結構線有什麼好資源 不是說抽一條線而已嗎 搭配這些曲面 就知道怎麼用了 所以我們現在 專楼六裡面有一個 抽離結構線 的移動 所以我先一樣 先抽離 給大家看抽離在這裡 好 但是我抽到這個地方 大家指其他要找這裡 那我通常這個曲面 我要接到這個地方 或者是接到這裡 哪一個地方很漂亮 不知道 我都要先切開 直接切開才知道 對不對 所以我在這個地方 銜接曲面 再做一次 選一下邊緣 這裡多了一個新功能 靠近曲面的曲線 按下去之後 選曲線 再選曲面 好 那我現在按G2 好 請看喔 他就接上去是G2 確定 有人說 我覺得這裡好像 太前面 太後面 所以 資源建構的歷史 好處就在這裡 選一下這條線 往前挪一點 曲面就自動 幫你調到這裡 這地方好像就太多了 那你往後面一點嗎 對不對 然後腳到這裡 覺得這裡嗎 不錯 好 那就把舊了 這邊接起來 OK喔 所以以前都走得到 現在都做得到 那你說 欸 那我剛好 結構線方向不對 怎麼接 所以這裡 特別做一個很簡單的demo 大家都知道 我一切有一個工具 在投影曲線 投影曲線 很早期 就支援的 進度歷史 你看 我這樣調 這條投影的曲線 是不是跟著在電動 所以 一樣 銜接一次曲面的時候 選這個邊緣 再選這條線 在目標這個曲面 接過去 好 直接看到 我這樣推 推 它就可以 改變我要接的位置 好 我才是螺絲給大家看 你看它可以 都維持 要的曲度 好 在這個地方 比如說這個地方 是我要的 我再把它 修剪下來 不要的地方 可以嗎 這樣子可以 對不對 OK 這一個就是 支援建構歷史 其實我也覺得 我愛開建構歷史 可是我現在 Reno6更新之後 建構歷史沒關過 因為我太常用這幾個指令 在建模型 所以 大家都使用習慣 都會稍微不一樣 來我們Reno6 改善的圓角了 直接用Reno6更新 就會覺得 不知道哪裡改善的 所以我把一樣的東西 Copy起來 我開一下Reno6 這一個部件 它這裡假設我要做導角 做一些導角 我再來一個什麼 實體工具 做圓角 然後之後我選 固定的尺寸 我現在給它選 補好了 然後Review一下 預覽一下 就會發現 這地方破掉了 為什麼 因為它在處理三邊導角 或複打導角的時候 很容易破名 這是曲綿軟體的 通病 這是正常的 那在Reno6的時候 我們在同一個部位 實體工具的導圓角 一樣也是給它 一樣的尺寸 一樣給它 預覽一下 朋友一下 大家可以看到 它的導角成功率 大大改善 比如說三邊導角 一些有問題的導角 它就會在這一次的分析裡面 改善的不少 為什麼要說不少 因為我個人覺得說 九十九九九九九九九 我怕你導我 是不是 其實 還是有一些些問題 比如說 講一下其他問題 比如說原本你送進 沙尼和統一 能導出出來的導角 你希望Reno導得出來 所以你寄給我 寄給Loku老師 有手動幫你導角 有手動幫你導角 OK 好 那接著呢 對啊 我講的 我蠻常幫歌舞蹈講的 我不是開玩笑的 我們工程師呢 有時候就很常收到 老師這個地方我後面幫我圖一下 一個整理 補一百個 我就說 我再錄一個影片 我說這一個大概是這樣 那一百個 你就看我這影片 我們討報是 也會去補一百個 好 大家剛剛說 圓角斜角跟特徵編輯這個地方 就是我們的混接曲面 那以前呢 實體工具倒角 圓角 然後我現在都倒 好 故意倒 好 那我現在倒斜角 我也是用一個很大的數字 用 然後甚至特徵編輯這個地方 我用混接曲面 選擇工具的混接曲面 好 好 混接完之後 那他就說 欸 你這個圓角太大了喔 老闆剛好站在你後面 說這圓角太大了 幫我改成二或三 你實在要考慮自己按三次 因為你已經做了 三個動作了嘛 所以你按考慮自己三次嘛 那怎麼辦 剛才我們有提醒了 在圓角工具裡面 有一個編輯功能 其實有做一個圖案的 編輯圓角 好 原來我就是一樣用圓角工具裡面的編輯 選這個圓角 等等 他都回復到被倒角之前 這時候你就可以去控制他的尺寸 比如說2 然後你就改回2了 好 就不用操作D了嘛 對不對 那我剛剛 斜角是不是也是 所以斜角的編輯都能夠利用 他可以回復到0之後 再把它變成 比如說1 變成1 好 然後就有人說 欸 NO 不要掃角了 因為有很多人升起到6之後 他會改這個數字 可是他說 要改回0 沒辦法 你看啊 順便做一個小挑選 如果你要做這個的話 改成 設定之後 設定全部設定0 Enter 都破掉了 好 這不是我的錯 所以 指定不是這樣操作 所以我就叫他 選他編輯之後 編輯選他 這三個是不是要倒角的編輯 把它取消嗎 這樣就好了 對不對 取消這三個編輯 他就回復到倒角的編輯 OK 還滿接了幾個的話 是問這個問題 所以我順便講一下 好 那我們來講一下這個特徵 我現在試試 剛剛導演講 我要編輯他 為什麼有時候要編輯 因為你左右錯開 左右錯開之後 他這裡沿著他的這個髮線方向 開始維持矩度 可是我不喜歡這樣 我想要他直接這樣 拉一個矩領過來 就是你的斜線擺頭 那我們就一樣 選了混接曲面 點 編輯再點他 我就可以去控制這個擺頭 好 甚至 這個地方可以擺完一點 假設你是要做這種造型 而且他好處是什麼 建功力是還存在 所以你都可以去調整 甚至你再編輯他 你覺得這個尺度不夠 你就拉長一點 這個構制點出來的程度不夠 拉長一點 甚至再加入一個斷面 去找整個用力 這樣可以理解 他就是 因為這次資源建構力 而且可佔定 所以可以做到 理貌都做不到的事情 好 最後講一個 講一個 比較 其實這個功能 是大家一直能拿 如果我要做一半條的時候 很麻煩 就是以前我們要做曲線的偏離 我一次偏移一條 好幾條 我要選好幾次 不然我會超過Ryno的人 都是需要一些時間 所以我現在呢 按右鍵 多了一個指令 多次偏移曲線 一次可以偏移 比如說四條 好 往外偏移 距離一 好 一次就偏移四條了 那也可以偏移 四條以外 還有什麼功能 五次 一次偏移四條 而且偏移五次 好 就可以做到這個效果 好 這差不多很簡單 接下來要講一下 彩蛋 剛一座高點來 還講到一級玩家 一級玩家有三個彩蛋 所以我也放了三個 這是第一個 好 好 好 這個PDF裡面沒有 開模的人 就會很care的東西 把模角度 在做塑膠射出的時候 有把模跟沒把模 基本上 決定你的產品的生死 把模角度的大小 決定你的造型 所以工業設計師 會很care的把模角度 大家都知道 把模角度夠大 它的追度就一定有 要追 對不對 所以我現在把這個物件 丟到這裡 比如說我要做一個 浮雕的模角 我現在用運動標籤的 連子群的流動 就是流動 這一群物件 基礎面 目標面子 丟上去之後 角度夠大的狀態之下 其實頂多是脫模的痕跡 它會倒垢 如果說有生產經驗的話 就會大家知道 所以我可以檢測給大家看 這個 我的課程 我偶爾會教 如果大家都有做量產的需求 會教 因為我之前做了蠻多 塑膠社區的經驗 這是什麼 問要不要更新是不是 你看一下 我按一二四四 我按一二四四 好 現在有一條 最近那個 Windows重大更新 我按就來按就來 大家看一下 來看一下 來看一下 把我角度很小的狀態去檢測它 一定都是ok 因為我是10度 人家給它10度 你看這個地方 就是唯有些脫模的痕跡 可是它不會變方向的明色 就是它不會變紅色 都是脫模痕跡 好 那我把這一個東西 這一個物件 複製分離在它邊 我做一下 這一個 一度把我角度給大家看 也不一樣 運動的 別的曲面融洞 這地方我多高一點 大家從測試圖上來 好 這是追度的嗎 這是一度的嗎 對不對 因為我是用一度把我角 你先把你的Logo 比較銳利一點 銳利一點 不要這種追度的感覺 所以你會用一度 有時候以前 Logo我在做是深刻40條 然後角度我都做很小 我都做一度一下 所以說你希望一度一下之後 你看喔 這個地方是不是 我這樣如果肉眼看我都倒勾了 我不用檢測了 對不對 所以這個地方 脫模的時候 就會被撞壞掉 這地方就會 你看很多Logo很不銳利 就是因為他在做我們角度的設計 這個地方 這一個地方 原來我還是在檢測一下 檢測一下 大家可以看一下 他的紅色地方 就是他 這刀 老公 老公 我跟妳講的大約 對 老公 然後呢 所以這地方沒辦法理我 那我這一次 那我這一次 沿著曲面的流動 這一次改了一個很厲害的工具 叫什麼 沿著曲面的流動 整個流動物件 這裡一個約束法線方向 按數 之後 放上去 好 再檢測一次喔 好 我角度分析 你可以看到 因為我現在是用幾度 十度 我現在用幾度 然後度去檢測它 你看 它就會全部都在藍色的方向面 那你看喔 這一個 你會發現 這是我剛剛的 一度上去的平衡 因為別的曲線 有動的單一平衡 那這個是我後面的 約束法線方向 這可以解決多少人 還有五層 好 OK喔 好 彩蛋結束 繼續 講一下 控制點 大家看到了 大家按F10 對 F10 我現在正常 我是選一顆點 這個點之後 核點選取 選擇B方向 現在有一個工具很好用 點中間的控制點 連線處 點兩下 它可以一次選擇 一整排 好 大家聞一下 兩下選擇一整排 這是一個小小的操作 然後 搭配我們的二種說法 對不對 這邊很快速 以前我要用好多的指令 選取B方向 或選取U方向 每次都選錯 現在搭配我們這個 選擇控制點 連線 點一下 這個連線 點兩下 它就幫你一次選一整排 好 現在搭配我們這個 這樣可以理解 就連線這兩下 一次選B或選U 對不對 OK 好 最後幾個指令 介紹一下 這個指令它都無限平面 三層 我講了一個 這小子 我說是無限平面 不是無限手套 然後就沒有人聽得懂 沒有人有反應 可能大家還沒有去看 復仇這個檸檬山 好 來 接著我們看一下這裡 標準工具 這裡有一個 三個角的平面 大家都知道我們在做這種平面 我現在把它修剪一下 對不對 這是很正常的一個手法 那我今天如果把這個平面 我先把它演出一下 打開 大家看一下 這個曲面有盡無粗 是不是無法修剪或分割 對不對 這是RINO的一個正常的狀態 所以我現在按修剪指令的時候 他要說他不給我修剪的 你的RINO沒壞 是這個面沒有穿出去 你要想讓它穿出去 那無限平面就是用在這個地方 按修剪指令的時候 就給一下無限平面的暗號 就跟他說 無限平面 對 ip兩個字 ip兩個字 enter 之後選一下這個平面 看一下 這一張平面就會變無限平面 按修剪 就可以把它修掉 所以你就可以取代魚網 面畫得不夠大 或者是你的面就是沒有要延伸的時候 就可以用無限平面這個指令 好 再講一個 這個地方就是我們取面工具 很常檢測這個物件 有沒有後面 我都會用這個指令 顯示邊緣 Show Edge 然後你看這個點就討厭了 我大概在公司接十個圖 有九個都是要處理這種外漏點 那這外漏點的原因是什麼樣形成 就是這個外漏邊緣小到一個極限 它只能有一個點 Show給你看 那我必須不斷的放大 不斷的放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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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一看它哪裡破了 這裡破了 只是顯示模式破了 所以 你看不出來嗎 那怎麼解決 以前我都是這樣一個人不換幾個點 這個點在這裡 我解決這三面 大家還在等 我就把這三面刪掉 我重複這三面就沒有問題了 以前是這樣 或者是用一個奧奧奧奧奧要講 因為現在不建議這樣用 現在Rino 6才是最終的解決之道 大家看一下 現在這個有外漏邊緣的點子 所以我對它分析底基 是無法分析的 它會跟你說這沒方便的字 我要繼續分析 按Yes 它就分析給你看 那我的分析出來是 1142.33707 立方公里 那我現在 Rino 6的形容點就是 把它點拿掉 有一個工具叫魚竹 點狀的外漏點 所以我按下去 看起來沒什麼不一樣 因為它拿掉 許願工具再顯示一下 沒有外漏的點了 而且你去分析它 質量的體積 它馬上就算出來了 我們再看一下 剛剛1142.33707 現在算出來比較正確 所以122.33707 差了0.007 0.007 半公里的聲音感 都會出來了 所以說 其實都在錄影本順著 好 那這個工具 可以解決掉 很多人在點狀後面 等一下 等一下 我補充一下 這個東西啊 當初是因為 愛迪達的鞋子 都是因為我們來那樣做的 你們現在穿了任何一裝 愛迪達鞋子 從頭到頭就拿來 用的模型 加工鞋子 因為他們就要到國際場的鞋子 模型一定要隨命 Water-tight 所以像這樣子 一個點 它不是挖在碳 丟是可以丟 因為CCC加工 其實更一個點 是無所謂的 可是到時候出問題的時候 責任是在跨國裡面 鞋場 不是模具場 所以我就跟我們公司說 無論如何 就是要把這個東西做出來 以前我們還沒有這個工具的時候 我們是在奧波嗎 對不對 這樣子在鞋子上面 做一個小的 一個球 一個球 對它做不應算 至少比較保證它是水面的狀態 掌打出去 不過 A-T-L-I-G 是水面 所以有問題是 有問題是這個東西 對不對 可是呢 現在我們Ryno 這一個 OK 這個工具 已經能夠把這個給拿掉 不保證 它轉出去的指揮物件 在對方 不進去 這邊破掉 是 我們Ryno拿掉之後 你轉I-G-S也好 存成3D鏈 Ryno 鑽進來 至少是水面的狀態 但是不保證 P開頭 X開頭 那些軟症 那些軟症 去鑽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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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 然後打按 E-mail 所以我們幫你看看 好啦 最後一個 優化的指定是展開 為什麼要講展開呢 其實不是要講展開 展開前 現在要有個許念 比如說你在畫船 你在畫方樣的時候 有一個整個方樣的工具叫可展開的曲面 我想應該可以怎麼做 因為我自己也用 那怎麼Ryno在放樣的時候 現在 那一個指定五小時 裡面可展開的 為什麼 因為其實沒人用 就不需要存在 可是Ryno6新增的一個功能 很好用 它在兩條曲線之間 有建立一個可展開的方樣的曲面 那這一個攤屏 比如說搭配這個 攤屏的指定 它的精準度都會比魚王更高 說到精準度 我剛剛在裡面的曲面有種 很多客戶反應 這一次新版的精準度高了很多 以前的物差 這一次更微呼吸引 如果你很要求在做精準度 在做一些變形指定 都已經精準度比以前更厲害 好 回到這裡 那這一個可展開的方樣的曲面 搭配剛剛這個 可能它平的 那你現在得到精準度高 可是你會覺得這個曲面 變形不去得多嗎 為什麼 顯得話還不對稱 對不對 所以這個指定也是很有趣 官方不公開 它做在HELP門 所以我把它設定一個劇情 它的指定叫DEVLOFT 你加上一個中橫線就是STATION DEVLOFT之後可以開啟它的隱藏選項 它就可以開始說 避免扭轉按下去 增加規則線也按下去 你看我這樣增加一個規則線 這也增加一個規則線 大家看一下 這曲面是不是變得比較平整 然後它在做展開的時候 又更影響了 對不對 所以說 鵡膚刀不太平常 所以在特別跟大家解釋一下 那這功能呢 對有些人傳場 然後對有些人需要做展開的時候 帳篇 這功能你就可以用到 好 以上是我們操作上路的優化 接著還會玩 弄複的時間比較多 所以可以講比較久一點 來 接著講一下赤圖方面 我這樣倒數回去 赤圖方面呢 這裡 有一個 我們先畫的 要稍微複雜一點的方向 其實的多種學術 這是一個機器人的手臂 每一個關節有夠畫 裡面的螳螂機 做BOSE也有夠畫 所以我們那時候 靠著這隻手臂 在網路上 還蠻多久 跟我要複雜一點的 還蠻多久 好 這隻手臂呢 70個多種學術 我把它扣幣起來 稍微看一下 這樣 扣幣 到Rhinos 把它貼上 好 跨版本貼上 是我們Rhinos很大的特色 所以 大家都知道 補出的時候 4個可以扣幣 所以你現在還可以扣幣回去 好 那到這裡 直接扣幣之後 我把它回覆到 預設的4個神圖 4個View 之後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地方 我建立2D圖面 這個 Make2D 手都不選 我就選4個神圖 然後我按一下OK 大家看一下時間 3分 我還要按喔 3點 現在3點 3點13分 50秒左右 按OK 大家看一下 那現在在Make2D 13場 我們要講個笑話 後來我平時 不要講 我不要講平時 因為笑話一定顏色 你把他承受不了 歡迎來上我的課 歡迎來上我的課 然後我們等他先出現 第一個試圖的時候 我就按ESC 因為我們Rhinos的特色 在出4個試圖的時候 其中一個試圖長出 就可以停止了 我們再看一下 剛剛13分50秒 我現在幾分呢 14分30幾秒 還沒做完 他在哀嚎呢 等他一下 他如果出來 出完一個試圖了 好 看看 差不多也是1分鐘左右 輸一個透試圖 好 那我們回到Rhinos 6 這裡建立2D圖面 一樣 4個試圖 他現在要第三條法 完全不 對 不用去讀秒 內建的讀秒器 等一下我們直接看他的讀秒器 好 所以 欸 看 出完一個了 他下面有個讀取的Bub 馬上就出完了 那這個Bub 非常快 他現在再出第三個 那接下來出最後一個 接下來出透試圖 OK 好 透試出完之後 我們來看一下幾秒 內建讀秒器 26.08秒 4個試圖 剛剛我用了1分鐘 1個試圖 這速度的差距 為什麼會這樣 支援多核心力不算 好 所以剛剛我在這裏 在建立2D圖面的時候 基本上是 這一台的CPU 是全部都已經做中了 好 好 那 出來的線段 跟清晰度 都比以前更加很容易 就是 掉碎線的目的 改善了很多 有關於碎線的目的 我預計在6月份 會特別開一個出途的講座 歡迎大家有興趣 可以上網粉絲專頁 瀏覽一下消息 大概半點左右 會教大家出途 組裝 做另外一個說明書 整個從彎弄到最終的身體 好 那在這裡我繼續講一下 我們以前 除了出途之外 還有一個工具叫什麼 然後 左面 這是我們俗稱的截屏面 這個工具 看一下 OK 這個截屏面 大家可以看到 這是動態的顯示 對不對 我可以調前 調後 這是Ryno很大流的特色 而且可以旋轉 假設我現在旋轉出來 這個角度 是我喜歡的 我要取這個現況 以前是做不到的 以前要怎樣做 要做一張曲面 做一張曲面跟他做什麼 交集 現在不用問 截屏面本身 我們就可支援交集指令 所以 物件交集 OK 然後可以採用一個 交集的曲線 那甚至 我們把這個參加 看得比較清楚 你可以看到 很快速就可以做標準 做一些效果 這一件 好 然後接下來講一下 我們把持住標準的部分 大家都知道 我們在標準公差的時候 是出途很重要的一個事情 世界上沒有辦法做到 那麼剛好的事情 只是兩側的出不出來的問題 所以呢 基本上一定都會有一個公差的標準 所以我現在選這個標準之寸 大家可以看 以前公差是要手動記憶的 我可能會在這裡會輸入 比如說 可以 正0.01 然後 負著 0.02 以前可能會這樣輸入 那現在不會這樣輸入了 為什麼 因為我們現在有一個 公差的設定 那你可以輸入正負對稱的公差 那你可以給它一個 數字 如果現在給它上線是0.01 它就正負0.01 那你放大給大家看一下 那你可以輸入什麼 正負不同 正0.01負的多少 你可以大0.01 大的 0.01 那小的呢 可以 小0.01 可以大1.01 可是小很小 因為你有時候裝備 裝備上會卡 所以通常會給小的 好 好 那這個公差在這裡 做設定的照片 可是你標準堵出去 又有師父要罵你 好 那給它更加準點 不要淡掉 然後 後面放好多0 總把它刪掉 所以說 在這個標準尺寸這裡 都有聽到大家的行聲 這位螺會跳 是因為它被改變的問題 跟軟弄沒關係 其他片哪不會 那我們看一下 標準尺寸裡面 有一個長度 大概對不對 它投影出去都會 這平常自己都用 這裡有一個尾數 省略 尾數 它後面有一個數 你都會自動尺寸 但看圖都比較舒服一點 好 然後這一次的 標準有新生的 一個分數的標準 這樣可以借一下 這大概也不好 這樣就好 然後圖方範本 這裡給大家看一下 這個地方叫無次變數 以前呢 我在這裡是 自動手動基因的日期 那在這裡 我可以在無次變數裡面 去選擇我要的 比如說修改日期 甚至是存檔的日期 甚至是比如說頁碼 還有圖塊有力的數目 還有面積跟長度 都可以在裡面去做 各種無次變數的一個方法 好 這樣子 速度部分 給大家看一下 然後接著 講一下我們的 這一次的重頭戲 顯示方面的連動化 還有提案方面 這是什麼 鋼鐵人的清張 也是用來三更多的 好 看一下 這地方 我們剛剛說了一個工具 叫快照 它可以記錄物件的位置 位置怎麼記錄 大家看一下 現在點兩下 這一個就是我已經 事先進入好的狀態 進入好的 相機角度 進入好的位置 它甚至這一個效果的 你剛剛那個轉過去太快了 看清楚 在動化這個地方 是動化裡的貼下產品 很容易發出的 它會比較慢一點 它就說我要超快的 那就可以做一個很快速的 預覽跟一個很快速的遺案 可以看一下 支援各個顯示模式 因為這裡顯示模式 我有新增了很多 我先用一個支援的顯示模式 就用一個鋼鐵 鋼鐵是我們都在用內建的 大家可以看一下 用鋼鐵模式之後 我先用一個地方 有一點那個 對不對 知道錢的話在哪裏 GPU 顯示卡 沒有啦 要先有 大家有沒有在哪裏 好 這就是快照的一個 使用模式 好 那接著我們來看一下 好 我剛剛不是有介紹 一個東西叫做 印花和些微 彩線模式的 這個是我任何朋友圖 材質的狀態 我現在正常 我會希望給他一個Logo 我們這裡有新增的工具 叫印花 我新增一個圖片 就說他剛剛那邊有圖 然後進來 他給你一個平面的大小 對 畫一個圖片的大小 比如說 這樣畫上去好像位置不貴啊 有點變形 所以 印花的貼圖走 就可以顯示出來 搭配你的操作手 對不對 你覺得他偶爾變形了 轉向 對不對 這樣是不是就 發生他的變成 重點是什麼 剛剛貼圖 是讓你遮罩嗎 這裡 依然可以遮罩 顏色遮罩 等一下去打 然後 零件死 我一定要遮到死卡了 確定 好 序面完成 這個貼圖走 我把它按理他 好 你說一下好手 上個牌子好不好 好可以 上個下 來 這個 貼圖的印花 不送你的材質過來 所以他會浮在上面 而且光母 一樣化的過去 欸 厲害了 接下來 介紹一下 UV 正常我們在貼材質 是不是這樣 你看我們現在使用一個新的材質 是 比較 綠色 然後 然後 我們會不會新增太高了 吃地圖 正常我們要貼這個圖的時候 在顏色這裡 新增一張貼圖 好貼上去 這裡是不是會有一些問題 因為我這個 畫一個圈面 兩個圈面 三個圈面 四個 五個 六個 會剩的嗎 好 來 那這一個問題怎麼解決 把它Ruby打開 所以我們貼圖中 一定有的拆解如意 看一下 拆解完之後 它就知道貼圖的 那你就會覺得說 你拆解完之後 你會發現 整個貼圖 它就變成了連關係 而且你可以改變了 貼圖的第一 隨著 肉片再調整 大碎花 你想要小碎花 就 完全不大一點 所以它還不會 出現很奇怪的東西 有些人超過這個指示之後 這邊就斷了一個 貼圖的線 現在不會 OK喔 好 拆解完之後 它就結構在這個地方 所以 隨著你要提案 其實是很方便很方便的 那接著還有什麼工具 大家仔細看 我們都知道 材質這個東西 大家都很棘手 所以呢 我們在這個地方 快速的 展示一下 雷劍的材質 在面板區 有一種材質庫的 那我就隨意說了幾個材質 進來 銀色的 這就銀色的 紅色的 藍色的 金屬材質 你看看起來好像 效果不好 因為我現在在彩線的預覽狀態 那我們接著再給它一個 比如說塑膠好了 甚至給它一個小碎花 我們剛剛那個小碎花 黑色的 紅色的塑膠 甚至 紫色的 小碎花 小碎花 黑色的 小碎花 黑色的 小碎花 好 有些材質 撥下來之後 大家有看到嗎 瞬間跳出來 就下載完了 好 代表是這個材質 我之前沒遇過 然後小碎花 那種 可惡的 好 那這一個 就是我們內建 一千多種材質 可以品用 然後也可以一樣 套用在什麼 傳統的彩線模式 也可以套用在哪裡 新版的 光線追蹤 好 我先用光線追蹤看看 對不對 我現在要先用彩線模式 彩線一下 這是傳統的彩線模式 彩線模式 可能說 這陰影好像太low了 然後整個光明 光照的自然 所以我們現在有一個 彩線 即時彩線 你可以看到 光線追蹤這個模式 一開啟之後 它的效果 它雖然現在有點照點 它會隨著它不斷的時間 不斷的增加 照點會消失的 越來越少 好 等一下我再細講 然後 還有一個顯示模式叫什麼 北極模式 北極模式 北極模式就是可以讓你看到 這一個物件的陰影質感 跟它的樹模的狀態 是滿好的 北極模式呈現 比如說這一個建築的樣子 這是我之前 蓋的 這種 像這種 像這種樣子 你都可以用北極模式去呈現 那 滑鼠這種 要呈現它的陰影 一個效果 可以用北極模式 那我給我講一下 黃金融這種 黃金融這種 做出來的質感 我全部只有給一個材質 就是給剛剛材質庫裡面的 塑膠 然後黑色的亮面 為什麼它的效果會這麼好呢 因為它有一個環境 可以讓它得到 很好的一個效果 所以它的環境呢 我們將會把 推入自己的新的環境進去 大家可以看到 馬上 整光照如此 感覺改變 那除了 自願環境之外 環境這都是內建 這我沒有 去抓 這都是我們 在那內建 就抓在那裡 好 把它挑釁進去 那就可以發現 這個效果 假設你覺得這個很漂亮呢 我們讓它看一下 我們讓它看一下 看一下最終的效果 你看我的右下角 這裡有一個獨秒數 它其實不是獨秒 它是處理數 那這裡是一個獨秒數 它現在Render了多少 那這個處理數呢 內建 預設 是處理到1000 它的處理數是1000 那因為它是1070 GX 這一台 那我今天是用的是1080 它比TI 速度可能就是這一台 1070的兩倍快 所以意味著你 你處理到1000的時候 我看幾秒 是1秒 那1080TI 這樣就行 所以你就可以處理到2000 花一樣的時間 處理到2000的時候 效果會怎樣 會更漂亮 所以我在檢取試讀的時候 然後 資檢案 當中檢取試的效果 很簡單 慢慢確定 就在這個處理 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已經知道了 在裡面 這就是剛剛 剛剛講出來 40秒的作品 這樣的效果 那除了環境的改變之外 它還記得什麼 太陽 我現在太陽打開了 沒有發現 我現在用瘦光光推到太陽 然後如果從這光到 照進來 好像能夠符合 我們已經在這個角度 大家在跑完 1000處理數 也是40秒左右的時間 就可以了 快速得到 第2個時間 好 因為等一下要講愉睿 所以 這一種 即時財系 是我們RINOYO 這一次新增了 一個很大的特色 重點是什麼 重點是什麼 你知道嗎 免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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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月板 你還要知道 這有附附陣喔 內建什麼 顯示模式 還不可以再講啦 不可以再講 再講 等一下就能不能 要聽Vray 不可以再講 好 這我講一個 孤界屬性 內容月板的 那個 這裡有一個 孤界屬性 你看我現在已經提依 一個塑膠ABS 那我在這裡可以付出 塑膠TPR 你把這檔案傳給各位的時候 他就看這個付出就好 他可以得到 這個物件的所有資訊 那你可以在這裡 新增你要聽的東西 比如它的重量 然後你可以配出 配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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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這樣 這樣 在檔案接收 傳統之間 這比較不會有一些 爭議性 比如說你不要ABS 他幫你做PB出來 PB跟ABS 收取一樣不差 所以 生產就會不差 好 OK 所以 這個就是我們採線 提案的 很大的一個改進 最後講一下 JS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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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一次的速度 快瞬成這樣 Google 左開 現在我可以大家看看 皮膚小檔 好 稍微有點超時 那我來看一下圖道 這裡 這是我做一個很簡單的切片 一個效果 大家可以看到 我現在是1.0.0 所以我今天把它改成0.2 它是切合多 瞬間的做完了 為什麼 因為它電池有 多核心計算 這裡有看到嗎 所以我現在不用 我拉到5 我拉到5 然後再把這個動態 好 你看 我這裡擺到1.0.2 我們來看一下它 你看 每一個照跟整個一下對不對 然後為什麼 因為它的支援 就是三分數 所以你看它毫秒數 它在這裡 100乘3 然後這裡800多 我們來看一下我們的 你看 這裡800多變成26 壞了幾倍 4倍 而且我現在電池的數量很少 就壞了4倍 如果你的每顆電池 都是支援多線成 那 可是 還是有些沒有支援的 所以說 基本上我們現在 目前列舉出來 常用的電池 大概27個支援 這27個多的幫助 在運算上 多了很多的幫助 然後這裡 稍微講快一點 我們要稍微做個 給大家看 因為介面 跟以前的0.9 幾乎都一樣 新增了什麼 Mac 2D的功能 然後還有 Transform 有一個VVVT Twist這些 全部的新增上去的 然後圓曲線流動 圓曲面流動 都在這個地方 新版被集合可能成功 然後呢 我在這裡介紹一個 Catwood symbol 就是像這一種 這一種代表 規則的曲面 你要希望它 平均的很平均 你就要讓它直去 平均的伸展 那這個伸展的過程 是不是一種動態引起 就是動態引起 動態引起 所以可能 如果你就是 撞不在做這件事情 所以呢 Catwood現在內建了 所以你就 在這裡就可以 有聞到 還有像這種 如果你知道 模擬一個 固件自動落下的 一個效果 就可以在這個地方 用這種動態引起 去展現 好 甚至這個 這個地方 像那種球 被黏碎 被擠壓 那擠壓的 膨脹程度 這個都可以在這個地方 做一個動態引起 這個就是我們的 Write Harbor 可以讓我們的設計師 延伸更多 我們的設計想像 的工具 OK 那我今天 有點超時 超時幾個鐘 十九分鐘 好 那我這邊 最後就到這邊 謝謝各位 那我們 好 謝謝 那我們稍微休息一下 等一下 有更精采的Write Wri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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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後面有餐點 都來了 對 然後洗手間在 男生在出入口 六手邊 男生在出入口 六手邊 OK 謝謝 謝謝 我們 來吧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